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看到新车在外观方面呢 有没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乍一眼看有点像是比亚迪海豹哈 但实际上呢我们仔细来看 它相比于比亚迪海豹来说 会更加的这个凌厉 具有攻击性一点 特别是狭长犀利的大灯 再搭配上下方 琉牙式的日间行车灯 非常的个性张扬 并且呢这款车在外观方面 还有两种前脸 过我们来选择 最主要的变化呢 就是日间行车灯带出 我们这款车呢 它是采用一个矩阵式的处理嘛 那么另外一款呢 是采用全贯团式的设计 也能为我们丰富选择的空间 来到三侧面呢 这款车是采用了 弹出式的隐藏式门把手 这呢也是采用了 和比亚迪同款的类似的设计 并且呢 这款车是定位为猎跑SUV嘛 那其实整个车身姿态 它有点像是跨界SUV的一个造型 确实是有点像 豹子俯充的一个运动的姿态 此外呢 这款车它还搭载有 云眼智能空气车身稳定系统 可以调节阻尼和高度 有效地保障车辆的稳定性 尾部整体造型呢 有点像是宝石结 看起来有点高级感 并且呢 非常的圆润饱满 而上半呢 是采用了这种 镂空式的后遥流板 很有个性 同时呢 它也能够有效地降低风阻 那接下来我们打开 它的一个后备箱 整个后备箱空间表现来说呢 做一款中型SUV 这个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并且呢 它的一个地材容器并不是很高 能够方便我们去拿取行李物品 并且呢 在这一边还有一个网头 可以放一些零碎的物件 这里呢 和腾室D9一样 是有一个220伏的充电插座 也能够方便我们在户外的时候 对外放电的功能 一进入车内呢 就是扑面而来的豪华气息 以及高级感 像我们触手可及之处啊 它都是采用这种皮质来进行包裹 包裹在前方呢 还采用这个木纹事板来进行装饰 非常具有质感 座椅上方呢 还采用打孔的皮质 以及缝线处理都非常的细腻哈 包括这款车呢 它还采用一个浅棕色的内饰配色 看起来也非常具有高级品质气息 所以呢 这款车它虽然和腾室D9 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是呢 在一些细节之处还是进行了变化 比如说前面的这个中空屏的尺寸更大了 并且呢 在这液晶仪表盘旁边还有一个小的单独的区域 来进行空调温度的显示 而副驾驶前方呢 还有一个娱乐休闲屏 包括还有腿脱的功能 就可以方便女主人在这里休闲娱乐了 此外呢 在这里还有两个50瓦的无线充电面板 充电速度非常之快啊 而且呢 还有两个通风散热口 那就可以避免我们在手机充电的过程中 过热的情况出现 而整个机械挡板呢 也非常具有质感 水晶挡板呢 小姐姐的最爱哈 并且呢 握感非常的舒适 那整个前排 我觉得非常的具有品质气息 包括上方呢 还采用这种脊皮的材质 可以说整个内饰完全能够符合它30多万的一个定位 那作为一款中型的SUV 这款腾式N7呢 在后排空间非常的宽裕哈 前排一个腿部空间是有大概三圈多左右距离 其实我觉得完全都不用去比划了 并且呢 这款车它乘坐起来哈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它的座椅靠背非常之躺哈 包括腿部乘坐性也很好 整个座椅坐起来非常的舒适 就算我们长途驾驶也不会觉得很疲惫 而且呢 像它的地台是采用这种传品的处理 也有着不错的通过性 这方呢 是采用了这种大尺寸的全景添木 并且呢 像基础设施 比如说这个空调出风口 USB的充电接口 还有一个扶手背架等等 这些都是进行了搭载 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它居然在后排还有座椅加热的功能 整理几个甲维呢 有这样的配置 相当的哇塞了 这款车呢 还是基于一平台3.0打造的哈 并且呢 有着CTP电池车身一体化的技术 在动力通明呢 这款车是搭载了一台 泳池同步驱动电机 电动机总功率是230千瓦哈 同时呢 该车还将提供前交流一部电机 加后泳池同步电机的双电机四驱版本 电动机的总功率呢 是390千瓦哈 支持双枪快充技术 单枪最大充电功率为150千瓦 双枪最大充电功率为230千瓦 据说呢 充电4分钟就可以跑100公里 相当的能打哈 而且呢 这款车它还有着702 以及630公里的沉电需要里程 完全可以满足我们像家庭户外出行 以及短途自驾游的需求等等 那内看下来呢 这款腾是NTR外观个性运动 内饰呢 具有高级感 配置也相当丰富 并且呢 渲氧里程可以达到六七百公里哈 相当的扛打 并且呢 再结合它30多万的价格 屏幕前的您会觉得 这款车能够成为下一个爆款吗 并且切记车能够成为下一个爆款が 有笔的要求 给予的延传 换个性运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